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了四任国王 那耶利米呢都见证 这些国王在位的日子 耶利米做先知 总共大概四十年左右 那这个约西亚的 之后的这四个国王 有两个被俘虏 另外两个在战争中死于非命 接下来就是对这些 这四个坏国王 耶利米为他们所做的哀歌 或是上帝借由他 所发的审判的信息和预言 不要为死人哭嚎 不要为他悲伤 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 大大哭嚎 因为他不得再回来 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 因为耶和华论到 从这地方出去的 犹大王 约西亚的儿子沙龙 就是接续他父亲 约西亚作王的这样说 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 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 必不得再见这地 约哈斯在他父亲 跟埃及人作战阵亡之后 仓促登上王位 但是却被埃及人掳走 只做了三个月的国王 被掳走之后 到埃及一生不得回来 克死他乡 所以呢 就埃及人另外 就立了一个 他的兄弟 叫做约亚敬 来做埃及的傀儡的国王 那这是针对约哈斯的哀歌 第十三节 那行不易盖房 行不公造楼 白白使用人的手工 不给工价的有货了 他说 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 宽敞的楼 为自己开窗户 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薄木的 楼房是单色油漆的 难道你作王 是在乎造香薄木楼房争胜吗 你的父亲 岂不是越吃越喝 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 那时他得了福乐 他为困苦和穷乏人深渊 那时就得了福乐 认识我不在乎子吗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指的是谁呢 是指这个 接续约哈斯做王的约亚敬王 约亚敬做王的时候呢 他要给这个埃及赔偿金 所以呢他在国内里面呢 就抽重税 不仅如此呢 他还把百姓当作他的奴工 不给他工价 逼他盖这个高大的王宫 国家已经多难了 但他没有体恤百姓 反而剥削百姓 十四节他说 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 宽敞的楼 为自己开窗户 把窗户加大 看起来气派 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伯木的 楼房是单色油漆 单色就是红色 用很好的建材 而且看起来很气派 十五节耶和华就责备他 难道你做王 是在乎 造香伯木楼房真胜吗 你做国王的使命 跟责任是 盖这个又大又气派的 香伯木楼房 来证明你自己很厉害吗 你的父亲就是约西亚王 他岂不是也吃也喝 可是他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 你为什么不选你的父亲呢 他一样 神让他也生活过得很不错 也吃也喝 可是人家都是在 专心遵行神 行公义 行公平 你都不是 那时他得了福乐 他为困苦和穷乏人申冤 那时就得了福乐 认识我不在乎此吗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做一个国王啊 就是要怎么样 要以上帝的这个恩典跟公义 来对待百姓 这样子做国王才会得到 上帝的祝福啊 那认识我耶和华 让你做国王 不就是为了要 让百姓有好日子过 遵行神的道 然后你自己也因此而蒙福 觉得非常的荣耀 可是你都不是这样耶 十七节 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 专顾贪婪 流无辜人的血 行欺压和强暴 所以 耶和华论到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约亚竟如此说 人必不为他举哀说 爱在我的哥哥 或说爱在我的姐姐 也不为他举哀说 爱在我的主 或说爱在我主的荣华 他被埋葬 好像埋驴一样 要拉出去 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 因此就讲到这位 约西亚王的另一个儿子 约亚竞 他是约哈斯的哥哥 那 他说到时候他死的时候 没有人会为他悲哀 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烂国王 他死了 活该 庆幸 他什么时候死的呢 他是在巴比伦 能攻打 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确定的死因我们不清楚 有人说他可能是投降被俘虏 然后被放逐到巴比伦的途中的时候 死于非命 就随便丢到野外去埋葬 也有人说他是在 耶路撒冷城被围攻的时候 猝死 在城中死掉了 然后就被埋葬 可是等到几个月之后 城被攻破了 他的尸体又被挖出来 被曝尸在野外 作为羞辱他 我们看二十节 你要上利巴嫩哀嚎 再霸山扬生 从亚巴林哀嚎 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 你兴盛的时候 我对你说话 你却说我不听 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 不听从我的话 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 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 那时 你必因你一切的恶 宝溃蒙羞 你这株粒巴嫩 在香柏树上打窝的 有痛苦临到你 好像疼痛临到产难的妇人 那时 你何等可怜 黎巴嫩 巴山跟亚巴林 亚巴林在摩押地 这三个地方都是高地 就是你要上到高处 去怎么样 大声的哭号 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 你兴盛的时候 我对你说话 你却说我不听 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 不听从我的话 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 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 牧人指的就是这些 不好的牧羊人 这些坏的国王 那时 你必因你一切的恶 暴愧蒙羞 这边你指的就是谁 一路撒冷 有大 你这住在黎巴嫩 在香柏树上 搭窝的 有痛苦临到你 什么意思呢 你们这些住在 黎巴嫩上好香柏木的 这个高楼洋房里面的人 骄傲的人 不听我规券的人 你们有痛苦临到你们 好像疼痛临到 惨难的妇人 那时 你何等的 可怜 因此呢 这是 做了一个哀歌 到时候 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 耶利米先做了这个哀歌 二次节 我们再往下看 耶和华说 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 戈尼亚 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 我凭我的永生启示 也必将你从旗上摘下来 并且 我必将你交给寻所拟命的人 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萨 和迦勒底人的手中 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 赶到别国 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 你们必死在那里 但心中 胜向归回之地 必不得归回 这个 哥尼亚呢 就是约雅金的儿子 约雅金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约西亚王 他是个好王 他跟爱奇人打仗 战死之后 他的儿子 就叫约哈斯上台 只有三个月 就被埃及人掳走 埃及人就立了他的哥哥 叫约雅金 做傀儡的国王 服侍埃及 约雅金坐王十一年 然后后来 这个巴比伦来围攻 然后呢 他在围攻的过程中 就死于非命 因此呢 就是位子就传给了 他的儿子 就是现在这个约雅金 约雅金坐王三个月 撑不住了 城破 这个国家灭亡 他跟他的妈妈 太后都被掳到巴比伦 这时候就是所谓的 第二次被掳 第一次被掳 是他爸爸的时代 有的一个第一次被掳 那他就被掳到 这个巴比伦之地 关了三十七年 还没死哦 代表他很年轻 就被掳走 三十七年之后 尼布奖尼撒王过世 尼布奖尼撒王的儿子 继位的时候 才把约雅金放出监牢 然后呢 对他很不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八节 格尼亚这人 要写明之人算为无子 是平生不得亨通的 因为他后裔中 再无一人得亨通 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犹大 格尼亚这人是被轻看 破坏的器皿吗 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 他和他的后裔 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 地亚地亚地亚 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要写明这人 就是指的约雅金 算为无子 是平生不得亨通的 因为他后裔中 再无一人得亨通 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犹大 因为他后来就被掳走 所以巴比隆王 又立了一个傀儡皇帝 傀儡国王 就是他的叔叔 西底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在你面前 向你要来谦卑 主你赐给我们 做领袖的权柄跟机会 不是要我们像约雅金王一样 剥削羊权 本身做坏榜样 没有好见证 主这都是会人动你的愤怒的 会被你管教 主因此我们珍惜 我们做领袖的位分 愿我们做领袖 是能够荣耀你 并且让被我们带领的人 被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 因此我们的服侍 他们能够得着生命的帮助 主这才是我们该向你交账的 求主怜悯我们 提醒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宜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 100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人 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宜的影片 以及100首动听的天韵诗歌 非常合适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为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 用心制作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 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 读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 真的成为更多人 脚钱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